匯到PowerPoint裡面 那怎麼樣匯入到PowerPoint裡面,特別注意 各位可以找到 在常用底下這邊有個新增投影片 新增投影片裡面有個叫從大綱插入投影片的選項 特別注意就是常用裡面 那這邊的話 找到他會問你說你那個檔案在哪裡 那我們就找到什麼呢 找到C碟,剛剛講的C碟底下NS.CSF 這裡面就可以找到這個檔案 然後他會按插入之後,會把剛剛那個檔案裡面的東西放在這裡面按插入就可以了 就放進來了 那特別是以後如果你們要利用這個方式的話,記得就是 你可以在 記事本裡面 打上去的話一個標題 然後裡面的放的方式是一個Tab Tab有沒有 就是把這個底下的文字打好 他就這樣 放進來就變這樣子 就是一個標題 有沒有一個標題 然後呢底下就是項目符號 就幫你放進來 所以以後你手邊如果說 沒有那個PowerPoint 可是你要先預先打一些東西的話 沒關係,你就打這樣的方式 再來做編排 匯進來就可以 第一題就完成了 那第二題的話 我們要做什麼呢 就是說 切換到 要把第四章 移到什麼呢 移到最後一章 那你可以直接這樣拖拉 也可以啦 滾輪直接滾下去 第四章,按住不要放 他要我們做什麼呢 移到最後一章 按住不要放 移到第七章的後面 這樣就好了 OK 所以第二題完成 第一題的 第二個小題 那再來的話呢 將所有投影片 我把他移上來 一樣 再來的話 投影片要改成 設計裡面的 布景主題裡面 我們要找到 波形 哪一個是波形 基本上呢 各位可以稍微找一下 所以有時候順序不太 不一定一樣 但是呢 他這個波形 主要是 我是這樣記 他下面有個這樣波浪狀 反正點下去 一定有波浪狀 就是波形 他的 描述方式 是這樣 不過這個布景主題 他沒有一個規則 其實應該要 是不是按照 英文字母 或者按照 筆畫 不是 所以怎麼辦呢 有時候你可能稍微要 稍微要記一下 或者記一下那個考試的時候就記一下大概 什麼顏色 什麼位置 大概就可以 那波形的部分點下去 就完成了 按下去之後呢 會有波浪狀 表示沒選錯 不然的話 你套用上去 這個就沒 如果套用錯誤的話 這個就沒分 好 第二個部分就完 應該沒問題吧 在設計裡面的 布景主題裡面 那第三個是把所有的文字 通通改為什麼 標改體 那所有文字 它是分開一頁一頁 一個一個投影片 對不對 那你總不可能說你一個選的時候 再去 常用裡面 設定標改體 最快的方法是 切到大綱 全選 全選的話 有個快速鍵 就是Ctrl A Ctrl加A 就全選 要不然的話 你如果忘記全選 Ctrl加A的話 你就變成要整個選取 或者在 我看一下這邊有沒有一個選取 選取裡面有個全部 在常用這邊也有 有沒有 在 如果你忘了 Ctrl加A的話 常用的選取 也有個全選 常用裡面 這個地方 不過我都記Ctrl加A Ctrl C Ctrl V Ctrl X Ctrl Z 這些都常用的 你可以把它記下來 Ctrl加A就全選 全選之後的話 在設定什麼 標改體 所以標改體的話 特別注意 有一個很容易犯錯的地方 很多同學就是看到 標改按下去之後 看到有標改體 就給它點下去了 那就 完蛋 記得不要選這裡 同樣下標改體 請你選下面的 因為這個是根據 標題跟本文 特別是 後面 你點這個 就拿不到 滿分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技巧 常用意錯的位跟規縮 Ctrl V之後 點下去 然後 找到底下的標改體 下面的標改體 才會是正確的 OK 就 拿到了第3個分數了 對不對 123完成了 第3再來的話 我們要針對123 這部分就OK了 第4的話 設定投影片1 的顯示格式 所以你要找投影片1 然後做這些動作 A是標題文字 B標題文字框 C 副標題 特別注意喔 副標題就下面那個小的 一個大一個小 不要找錯 你即便設定完也是錯誤的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再切回到投影片 找到投影片1 這一個 1 OK 那特別注意 點這個標題框的時候 有個技巧 記得 不要把 郵標放裡面 如果你是針對這個標題框 標題來做設定的話 那記得喔 請各位 務必要選到框框的地方 游標不要放裡面 放裡面的話 只會針對某一個字 那當然你這樣選取也可以啦 不過這樣選取很容易做錯 我建議各位將來 選標題 選副標題 選文字框 他如果沒有講到是 某幾個字的話 你就一律點框框就對了 點框框是整個 除非說他講說 某 某些 行 某些顏色的字 那你就可以再去選裡面的 不然的話 一律怎麼樣 都點 外面的框框 這樣子 確保正確 這個都訣竅 因為很多地方 你看起來好像 就一直做 可是傻傻的做 做錯了怎麼辦 特別注意喔 選框框 才是正確的 再來 第1個選取 第2個是什麼 它的字的大小是72 所以點上面 常用裡面會有個字的大小 72 OK 第2部的話呢 是陰影 陰影在哪裡 S 記得就陰影 點下去 接下來的話 文字字中 字中本來就字中了 所以不用改 再來的話呢 文字垂直 對齊 對齊文字字中 那對齊文字在這裡 找到 所謂對齊文字字字 指的是什麼呢 這個框框的垂直位置 現在是靠下對不對 你要把它放中間 所以記得選 這個地方 它就會放在這個框框的中間 所以你做出來 如果是在下面 抱歉一定錯誤 OK 那再來的話 還有什麼 字的字圓間距 字跟字的間距要加寬多少 10pt 那怎麼樣加10pt 特別是 它的功能 不會在 面板上面 而會在面板 隱藏的功能的地方 所以這個面板的右下角 每一個面板的右下角 都會有個隱藏功能 也就是說 比較不常用的功能 它會躲在這裡 那因為我是針對 字 的 間距 設定 加寬 那它隱藏一定會在 字型面板的右下角 所以字型面板的右下角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直接點這邊 有沒有 再來的話 有一個叫字圓間距 的面板 它會隱藏在這裡 所以其實 會容易找不到的 就是在這裡 不過沒有關係 你就按照你的邏輯去推 它就放在字型的這個箭頭裡面 加寬多少 10pt 輸入個10 就 完成了 所以你只要 沒有做錯任何一點的話 這個地方保證一定是拿 滿分的 會做錯就是 你剛剛動作 差一步 就是不對了 OK 再來的話就是 再來 標題文字框 要設定什麼呢 標題文字框要設定 再來就是 標題文字框 鮮明效果 它這邊要做一個 鮮明效果 藍色輻射的 圖 圖案樣式 關鍵在圖案樣式 如果是設定樣式的話 一定是在格式裡面 格式 有沒有 它的外框的樣式 一定在這個地方 有個繪圖工具 那我們找到哪一個呢 圖案樣式 有沒有 格式的圖案樣式 點下去之後的話 找到什麼呢 找到 鮮明效果 藍色 大部分鮮明效果 應該都是指的是 這個 鮮明效果 這邊要的是 鮮明效果 輻射 應該是 這個 OK 它的排列方式 基本上你們可以再稍微了解一下 上面都會顯示出來 哪一種效果 那第一個是你可以看藍色 關鍵就藍色 找到藍色應該是第三 第三 應該算第三藍 第三藍的 那輻射二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把它點下去OK了 好 那就套用上去了 那特別注意你要小心 上面的字 看起來都很像 你點錯了 抱歉就沒有分數了 好那B就完成了 再來副標題 副標題一樣點一下 副標題再點框框 關鍵點框 然後呢 字的大小 常用裡面的48 它要是48 第一個沒有問題 第二個的話呢 是 虛線 什麼 粗的虛線 底線 底線要一個粗的虛線 那這個功能沒有在上面 它是隱藏功能 在哪裡 在這裡面 等一下再做 我們先做後面一個 後面一個是 顏色 字的顏色是深藍色 那這個部分在上面有 深藍色是指的是 這一個 深藍 有沒有 所以你字的顏色先設定好 那隱藏功能再把它展開來 它要做哪一個動作呢 就是 底線樣式 各位可以看到 底線樣式 這裡面就有了 你早 早一定有了 在這裡面 點下去 那一個什麼 粗的 粗的應該是這個 出虛線就在這裡 所以大概找 應該往下 往下算 你可以看到 這邊都虛線 最粗這個就是了 OK 點下去 粗虛線 然後底線 OK 這樣就完成了 那當然你字型色彩如果不在這邊設定的話 在這邊設定也可以 兩個地方是一模一樣的 在這裡設定 跟在這裡設定 結果是一模一樣的 OK 好 那我們就把它設定好 按確定 就會有一個 有沒有 虛線出來了 在 完成的 這樣子完成 那個投音片1 所以 1到4 的解答 跟別 修改什麼呢 修改2到7的 文字格式 那標題文字 特別是標題跟項目 兩個分開的 先標題 先標題在項目 所以呢基本上你做一個之後 上面這個標題文字可以用 我剛剛講 複製格式 點兩下 就可以去複製複製複製就完成 OK 不用傻傻的 重複再做2到7 要做 做6次 那項目符號的話 基本上 可能要自己重做一下 如果你用複製格式不行 你就一定要用 重新再做 我們做的方式的話 我們來講一次 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 切到2 標題 就要點一下 記得點框框一下 先點一下 再點旁邊的框框 這個是一個小技巧 第二個的話 它的字大小 為多少 54 所以這邊找到54 好 第二個的話 字圓加 字圓兼距 加寬 字圓兼距 加寬 20 20 所以輸入20 反正照動作 很機械化的 所以這考試的缺點就是很機械化 你就把它自己想像成 像機器人一樣 你就一定可以拿滿分 OK 那這邊的話 再來就是 陰影 加上去 有沒有 S就陰影 好 做好之後的話 其他的 都一樣 對不對 那有什麼方法呢 複製 有沒有這個刷子 有沒有 叫複製格式 這把各位在Word Excel 裡面都有 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把這個樣式複製起來到別的地方去的話 你只要快點兩下 就可以連續 點一下子只能複製一次就沒了 點兩下是一直不斷複製 那複製完之後記得把它取消 取消就再點它一下 還有取消了 所以要怎麼快速複製呢 特別重要 如果你不會這個方法 你就變成你要在 底下 3到 3到7的都要再做一次 那你會的話你就把它點兩下 再來按滾輪 往下滾 點這個有沒有 下一頁的什麼 標題 點一下 OK了 這樣應該比較快吧 滾輪點下去 滾下去 點一下 滾輪點 滾輪往下卷 點一下 滾輪往下卷 點一下 真的很像機器人一樣 就是按照這樣的方式 好那最後的話呢 取消掉一下 最後的話呢 再移回來 移回來哪一個 移回來這裡就可以了 接下來呢 再點 文字 文字要做什麼事呢 文字要做 航距 項目符號大小 至高 130 OK 130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呢 第一個也是一樣 選框框 第二個的話呢 選什麼 常用裡面的 這邊有個箭頭 有沒有 航距 點下去 1.5倍航高 第1步 第2步的話呢 就是項目符號 項目符號在這裡 旁邊有一個箭頭 點下去 箭頭裡面還有 多一個功能 所以箭頭按下去之後 項目符號 及編號 點下去 這邊有個什麼呢 大小 改成 100 本來是100 對 把它改成130 按一個 確定 就可以了 也說這個項目符號呢 會長大 本來是100 我把它CtrlZ一下 小小 CtrlY CtrlY就是 再做一次 CtrlZ是還原 CtrlY就是再回去 OK 有沒有發現 大一點點 所以以後你們那個項目符號呢 小小的 那配合大的字 感覺怪怪的 你可以把它放大一點 看起來 就專業許多了 OK 好 那這樣的話 其他的 你可以再複製格式 點兩下 特別注意 有些狀況 複製格式 做不到 這個我看可不可以 一樣 複製格滾輪滾下去 點下去有沒有作用 有作用 可是 你們要確定一下 我先把它取消一下 你先確定一件什麼事情 你的那個項目符號 有沒有跟著變大 有沒有130 有130 有沒有 那表示可以這樣做 OK 那一樣 這邊再一次 點兩下 往下滾 點下面 往下滾 點 往下滾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全部通通做完之後 這個再把什麼呢 複製格式取消 不過特別有些 尤其是文字 沒有辦法用 這個方式 複製格式的 後面有 好像有一兩題是這樣的狀況 你就要先 確定一下 不行就要 自己再 全部重做 OK 不然那個部分會 平不到滿分 再來的話第六 第六要做什麼 就切換畫面 所有 投影片切換旋轉 自上 取消 滑鼠功能 然後設定每隔 兩秒自動換 所以會有 1234 最後 套用全部 五個動作 那怎麼做 特別注意 第一個 先找到 這個 切換 特別重要 因為我要換頁 第二個的話 點這個切換的小箭頭 它底下會有需要一個叫旋轉 所以旋轉找到在哪裡呢 在動態內容裡面有一個旋轉 旋轉 OK 你會發現旋轉效果出來 然後呢 方向 效果選項 哪個方向呢 自上 從上面轉下來 效果還蠻棒的 取消 滑鼠換頁 在哪裡呢 在這裡 按滑鼠換頁 打勾取消 它會自己怎麼樣呢 每隔兩秒 每隔兩秒 1 2 兩秒就好 最後記得按一件事 全部套用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只有針對 這一個投影片 這一個 這一頁而已 所以你要全部套用 他才會全部都 套用上去 所以 幾個動作 一 切換 成旋轉 效果選項 字 字上 對不對 不要選錯了 取消 這邊改成 兩秒 所以這樣子 過來 過來 對不對 最後記得還有很重要的 全部套用 非常重要 很多同學做完很開心 忘了按 全部套用 沒有 所以那個分數 沒有 最後都做對了 忘了按全部套用 沒有分 特別之用 OK 那這個時候 最後呢 請各位 做完了 對不對 就可以 另存心打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